当下最火减肥方 53公斤瘦到47公斤 一次去饭吃饭 看见饭店老板娘靴许多柠檬片放进瓷器罐 后聊起做柠檬茶 按他的描述去年制作过一次 今年是第二次制作多少有些改进 所以有必要跟大家分享 自制柠檬茶的做法步骤 1. 刚买回来的新鲜柠檬 清洗时可以放少许盐 2. 洗好 表面水量前 把不漂亮的地方削掉 3. 切片放瓷器 4. 切片 瓷罐不用装太满 因为上面要放冰糖 5. 铺上冰糖 6. 加盖 隔水放大锅里炖 7. 隔水炖三至四小时的时候 8. 隔水炖三至四小时的时候 9. 隔水炖三至四小时 10.9小时后关火,不用急着端出来,因为很烫,带锅放一边晾一夜,第二天早上可以装瓶。 11.装瓶 12.加盖可以放冰箱 12.加盖可以放冰箱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12.一次去饭吃饭,看见饭店老板娘靴许多柠檬片放进瓷器罐,后聊起做柠檬茶,按她的描述去年制作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制作多少有些改进,所以有必要跟大家分享。 12.自制柠檬茶的做法步骤 12.刚买回来的新鲜柠檬,清洗时可以放少许盐。 12.洗好,表面水凉前,把不漂亮的地方削掉。 12.切片放瓷器 12.切片 12.瓷器不用装太满,因为上面要放冰糖。 5.铺上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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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隔水炖3至4小时的时候。 8. 6小时 9. 8. 10. 9小时后关火,不用急着端出来,因为很烫,带锅放一边晾一夜,第二天早上可以装瓶。 11. 装瓶 12. 加盖可以放冰箱 12.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12. 一次去饭吃饭,看见饭店老板娘靴许多柠檬片放进瓷器罐,后聊起做柠檬茶,按她的描述去年制作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制作多少有些改进,所以有必要跟大家分享。 12. 自制柠檬茶的做法步骤 1. 刚买回来的新鲜柠檬,清洗时可以放少许盐。 2. 洗好,表面水量前,把不漂亮的地方削掉。 3. 切片放瓷器 4. 切片,瓷罐不用装太满,因为上面要放冰糖。 5. 铺上冰糖。 5. 铺上冰糖。 5. 铺上冰糖。 5. 铺下冰糖。 6. 隔水炖3-4小时的时候。 8. 6小时 9. 8小时 10. 9小时后关火,不用急着端出来,因为很烫,带锅放一边晾一夜,第二天早上可以装瓶。 11. 装瓶 12. 加盖可以放冰箱 11.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12. 加盖